注意看 画面上这个和中国海警船同框的男人 是一名CNN记者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伊万·沃森 上周菲律宾船只非法亲闯人爱骄 还在海警船上带了一大批记者 多的像是要开发布会 你猜猜这群记者里哪一个是伊万·沃森 答案是都不是 CNN记者伊万·沃森 作为菲律宾海警的特邀嘉宾 单独在一艘海警船上 住了48个小时 他还在报道中特别标注 这是几十年来首次允许外国记者 上菲律宾海警船 那么问题来了 这位美国CNN记者 为什么能搞特殊 梳理他的职业生涯 我发现自他90年代 成为美国记者以来 参与最多的报道是战地报道 他频繁出现在阿富汗 伊拉克 还有各种有美国身影的混乱现场 这个出场自带防弹服的男人 似乎一直在展示着他的努力和敬业 其中2014年在土耳其 沃森在直播一场示威活动时 被警察当场扣押 这一直播事故让沃森一直成年 结合他接下来的举动 我发现这场直播事故 似乎让他选到了一个 火眼前的目击 在直播事故发生的前一年 一直负责非洲与中东事务的沃森 突然开始关注起中国的新闻 仅仅2013年5月就发布了三篇与中国相关的报道 这些似乎也就是一般的报道 但是直播事故后 沃森就被CNN派往了香港 担任CNN亚太总战的记者职位 而那一年发生了香港非法占中案 这场美国公开承认介入了的非法行动 沃森积极参与 用镜头放大冲突 在此之后 沃森的采访资源变得越发高端 不仅能登上美国军机碰瓷中国南海 还能在美国军舰上做直播 亲身参与美军登陆演习 沃森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 但看重他能力的 似乎不止美国 结一 塔利埃拉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准将 菲律宾军警史上最年轻的降级军官 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 菲律宾民众对于海岸警卫队的关注度不够 怎么提升关注度 这就要交给专业的人 于是他们找到了登上过美国军机 报到南海又擅长制造冲突的沃森 沃森登上菲律宾海警船后 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发布了CNN独家的视频报道 打着外国记者第一次登船的噱头 极力渲染中国在南海制造紧张氛围 24小时内就收获了社交媒体上近500次转发 似乎看得绝活又走效了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专业软件的检测里 我发现了沃森视频报道的转发中 包含了62个疑似社交机器人的账号 5年前沃森在接受专访时 从这样说道 一旦你被发现编造或夸大某事 从那时起 你就会成为编造事实的人 这句说给别人听的话 他仍然相信吗 菲律宾还在如何策划通财 下集继续